就是爱就是常觉亏现的 其实妈妈我已经够多了 但孩子觉得不够 我就是别的觉得 我对妈妈来说已经够多了 但我自己还是一样的觉得不够 就是我妈是一个欢喜的一个人 那从没有生命之前 就是蹦蹦跳跳的一个人 生了病了 也是在我蹦跳跳当生物棍了 还有昨天我是大不少的小强 那些精神状态 除了生死无大事 然后我妈妈就是每个父母 她其实对子女都会完成一趟生死教育 我妈妈对我的生死教育 都是人的欢喜 所以那天我觉得我遇到任何事情 难道还有比生根是更大的事情吗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 我都应该尽量的像我妈妈去考 都想作为她那个精神一致的延续 我妈妈妈妈妈说的